大家好,歡迎來到Libitas財務自由理財教室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退休究竟有什麼風險要注意 隨著市場上、社會上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 我想退休都是值得留意的課題 但很多時候在市場上經常說退休究竟要做什麼投資 永遠就是講解決策 沒有說究竟有什麼風險要注意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給大家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究竟退休會面對什麼風險 事不宜事,馬上開始 第一個風險叫做長壽 今時今日,香港人平均壽命很長 男性85歲,女性接近90歲 現在這個平均壽命是90歲的人 現在是三幾年代出生 所以其實是很久以前的事 今後的壽命只會越來越長 第一,第二就是平均壽命90歲 一半人是活超過90歲的 所以代表著長壽的風險是很多人都沒有充足的理財準備 去預備這件事 這當然是長壽 第二個,當然換著長壽的風險就是通脹風險 如果你的物價越來越上升得厲害的話 隨著你的人越來越長壽,退休後又沒有收入的話 變相問題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我今天拿著100元可以吃到幾個蜜當勞餐 原來十年後拿著100元只能吃到一個蜜當勞餐 這也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事 第三,我們叫做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甚麼意思呢 市場風險是說 如果你去做一個投資在市場上 因為我想應付這個通脹 所以我不會把錢放在銀行,我會去投資 但投資的時候就要面對市場波動 市場波動就是如果我去買一隻股票 當不是公用股 原來十年後生意做得不好 或者我買了今時今日的股王 二十年後原來的價值跌到沒甚麼 不要說名字,但大家都認識 香港有些銀行股的股王 服裝股的股王 甚至乎是一些傳統的公用股 都可以跌三五成 這些就是市場上的風險 是不是只是股票有呢? 不是的,你買樓都會有一個樓價波動的風險 你去到97至03年 你的樓價可以跌七成 這些都是風險 甚至乎你投資其他種類的債券 可能你做一些 好像做一年內房的債券 你可能連錢都拿不回來 不同的投資其實都有不同的風險 我不做任何東西都有風險 就算你做外幣 我都有匯率 這就叫做市場風險 搬隨著市場風險 就是叫做回報次序的風險 可能市場上有些人跟你說 不怕,你做一些分散投資 過去三十年長期回報 你找我這個基金經理 你找我這個投資專家 很厲害的,很厲害的 我教你這些方法 過去平均回報8%、10%、5% 多少都好 你退休之後已經改變了 為甚麼? 有興趣的可以聽我們另外一條片 了解多一點 但重點就是 如果你虧頭讚美 和讚頭虧尾 對退休來說是很大的分別 分別是可以去到 你可以退休之後沒有錢 退休之後有錢 可以詳細的可以聽我們第二條片 但回報次序真的很榮耀 究竟你是不是這麼幸運呢? 市場上那些宣傳和推廣 永遠都只是說 過去平均回報多少 但他沒有跟你說 何時回報先、何時回報後 因為根本說不到這件事 沒有人有水晶球 所以這個回報次序的風險 是要妥善去應對 所以我們剛才說了四個風險 未說完,因為還有四個 我們總共有八個風險 好了,第五個 我們叫做長期照顧風險 長期照顧風險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說 在退休的情況下 我們很多時候只是想 我剛退休的時候的生活是怎樣想像 正常人是想一些美好的事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退休一定是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叫做開心的階段 我退休我又有錢 我又去玩 我又很舒服地享受生活 臭孫也好、旅行也好 可能不是臭孫也好 可能不是臭孫也好 臭孫也好 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自由自在的階段 很開心的 好像度假一樣 這個叫做第一個階段 退休之後第二個階段 就是開始 周生的毛病開始來了 無論多健康也好 就算做開運動也好 有機會會有勞損 膝蓋會痛 膝蓋會痛 肌肉會痛 有時關節磨擦 其實行山都不想行那麼多 有時除了活動能力之外 可能對有些朋友來講 可能的認知能力 都會開始有少許多了 忘記了東西之類的 但是真真正正需要長期照顧 絕對是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 我真的可能動不了 或者真的痛 又未做到換關節手術 可能又要坐下輪椅 又或者又不想去那麼多地方 因為要家人陪 這個長期照顧 甚至乎是 如果有看新聞的 大家都會看到 去覆診 都可能要請我陪診 這些長期照顧的成本 都是一些 很多人在計劃退休的時候 有機會會忽略了的風險 而這個風險 是絕對存在的 只要你睜大眼睛 願意去看新聞 看報紙 絕對是每一天都在發生著 只不過究竟你有沒有留意呢 在計劃退休的時候 有沒有去為這些長期照顧 去做好準備 這是第五件事 第六件事 當然啦 就是叫做死亡風險 你可以說是風險 亦都可以說是 是不是呢 就是剛才所說 他退休的三個階段 如果我沒有去到第三個階段 我已經叫做 離開了這個世界 對於你自己這一代 理財的角度來說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一人見智 但是這個死亡風險就是 如果過早地去離開這個世界 那家人又會得到些什麼呢 他是不是會拿到多些錢 但是他未必會有你這個智慧的傳承 就是所有人經常都說 家有一老 餘有一寶 很多時候是日常生活的智慧 是吧 怎樣去經營身邊跟別人關係的智慧 你怎樣去傳承到給家人呢 如果過早地死亡的 那這個風險又怎樣去處理呢 很多時候亦都是 很多家庭就是沒有去為意 怎樣去建立一些 屬於自己家庭的一些 價值觀 理念 各樣 那怎樣去做好呢 這個是第六件事 第七件事 伴隨著剛才所說的有通脹 那自然就有通縮 那通脹有風險呢 物價越來越貴 通縮 那我抱著夠錢 那應該開心點吧 那你先不要這樣想 因為通縮伴隨著的一定是經濟不景 伴隨著的一定社會一定程度 都是大家一起捱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是有問題 那個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當這個經濟不好的時候 世界上的人可能會比較悲觀一點 而你自己亦都有做投資的 這個通脹和通縮都會影響到 你的投資價值都可能會低了 亦都會影響到他有的質量 那接下來第八件事 最後一個風險 就是監管和稅務的風險 監管和稅務有什麼風險呢 說監管就是沒有東西 監管都是監管的投資等等 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反過來稅務就有問題了 稅務就是什麼 稅務就是說 如果去到到時的世代 如果我是買樓收租 我拿著一層樓 如果我去做一個租金的收入 如果到時的稅利多了 或者租務管制 監管上的改變 那會怎樣影響我的生活呢 現在經常都說 在家裡房住不炒 或者是我們的政府都想維持這個樓價在一個合理的水平 也不要被它帶上大陸這樣波動 那這些監管政策 會影響到我們一些投資會過和退休收入 以前上一代就說 一鋪養三代 那現在究竟一鋪是否還能養三代呢 甚至乎是買樓收租還行不行呢 不會忘記喔 層樓都會老的嘛 層樓老了 在監管來說 他可能需要多些維修 需要多些照顧 那些都是錢來的 因為我病了 我進醫院 我都有保險 有醫療保險 如果沒有保險 我去政府可能也不需要怎麼支付錢 只要我有香港新聞證 但如果你層樓病了 其實你可能要花幾十萬人去醫治他 那這些風險 就是希望今集可以給大家 簡單地去認識到 有八種不同種類的 對於退休來說有個大風險 實際是怎樣去操作 怎樣去應對 面對這些風險我怎樣去搞 甚至乎我怎樣去透過不同的工具 去組合去戰勝它呢 先不要說著 你先認識到我的風險 你起碼知道有這件事 就是你看到地上一個洞 你知道地上一個洞 你還是走過去的 這個沒多好說 但是你現在知道一個洞 如果你是有意識的 你可以離開它 情形就等於為何地上有灘水 那些人一定要動一塊牌 小心地滑 因為動一塊牌給你 你就會知道 原來是有這些風險在 那我走過去的時候 就是小心點 我這段片希望就是給大家 更加清可地清晰地知道 我真的動一塊牌給你聽 小心地滑 面對退休這些八大風險 小心地滑 你走得小心點 那些人未必會滑 當然如果你說它不是 我做到一些更加好的 預先的準備 我穿對防線的鞋 那就更加好了 至於怎樣做 當然每個家庭有不同種類的打算 我們作為藏副策劃師 一定是了解了客人的狀況 然後才給予意見 但是綜合過去這幾百個不同的個案 又或者我平時在寶章寫文章也好 去YouTube分享也好 那這八樣就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希望可以分享到給大家 令到大家認識清楚 退休百大風險 那最後呢 重複一次啦 簡單一點 第一個 長手 第二個 通脹 第三 市場 第四 目標 回報的次序 第五 長期照顧 第六 過早死亡 第七 就是通宿 第八 就是監管和稅務的風險 希望今集片段 今次這八大風險 可以讓大家認識得更加多